行政院东府中心是结合了秘密基地法型学院 进行为期两天的秀林乡各部落益检活动 23号的上午来到了水源部落 特别为长者和小朋友剪头发 希望透过益检的活动让大家都能够焕然一新 行政院东部服务中心工业活动部落人后 并且结合秘密基地法型学院 为期两天前往秀林乡各部落进行益检 23号则是来到水源部落举行供应活动 主要代表是益检的活动每年会选择一个时段来办理 而这次来到秀林乡希望能够为大家来服务 这一次是我们来花莲第三次的益检 那我们基本上每年一次 基本上都是在跟行政院这边做一个配合 那我们所谓益检基本上我们都是走部落的路 然后连续两天 也是回馈一下我们花莲这边的乡亲 然后我稍微带一下我们的团队 我们团队基本上每年我们都会去做简单的更换 让所有台北的设计师他们也很乐意 能够来参与这样子一个很棒的一个活动 谢谢 这次我非常感谢东府中心 上个礼拜打电话过来说 要在我们部落这边益检 结果刚刚益检的时候 好多老人家勇业的来参加这次的议检 而且排队都满满的 他们说这样的活动说尽量多棒 然后回馈我们的乡亲这样子 非常的谢谢 谢谢他们这个周先生他们这个团队一起下来为我们下乡服务这样的议检 大家排队正好等待着美法师来为自己的法师来修饰 同时也按照每一位需求来剪出自己的造型 同时也让大家能够换染一新 接着就用你休息一下吧 再见